再来看看我们的人民保姆 有一名男子刚刚才收完蜂蜜 当天因为天色已经昏暗 要赶回花莲市的住家 而行车当中就没有注意到油量 行驶到了花193线到98.25k处时 车辆是突然熄火无法动弹 春日派出所远景是下车积极的来协助 以巡逻车载民众前往瑞瑟加油站 来购买汽油解决困境 这名男子刚刚才收完蜂蜜 因为当时天色已经昏暗 要赶回花莲市的住家 行车途中没有注意到油量 行驶到花193线到98.25k处时 车辆突然熄火无法动弹 春日派出所警员下车积极的协助 以巡逻车的方式 在民众前往瑞瑟的加油站 购买汽油来解决困境 没关系啊我顺便搭我们的车啊 然后我一个在这边等 对啊一个搭我们的车去 感谢你 不好意思 不会啦 好在有遇到你 我想说应该可以帮我们一下 谢谢 就可以啦 谢谢谢谢 而这名驾驶居住在花莲市 到布里乡工作结束之后 驾驶自小货车要返回花莲的住家 途中车辆却抛锚在路边 只好停在一边拨打电话给朋友 一边希望有路过的朋友来协助 我们去那个瑞瑟有没有 那边的那个加油站应该是休息的 应该北边那个 对对那个 那个超商旁边那个 对对对 对啊 好啦 好开玩笑 那我来看 好 玉利分局也再次提醒民众 在驾车外出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车灯 油箱水箱等等 平平安安出门 才能够快快乐乐的回家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好 好